歐美股四次持續了再創新高 今天台股小跌了21点 维持在17600点之上震荡 其实多头格局它根本没有改变 短线随时都有机会再创新高 可是最近操作的难度却超级高 为什么 泪股它是快速轮动 每天都涨不一样的股票在轮流电高指数 一天涨钢铁 一天涨航运 一天涨口罩 今天又换到了航运 口罩探权的泪股大涨 这些股票可以追吗 在泪股快速轮动之下 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才会赚钱 今天节目我来告诉你 不论是 找到好的买点都是标准 我是何基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到超盘策略 帮你培养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记得 订阅分享并加我的LINE AT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超盘手 今天台股小跌了21点 坦白说 维持在17600点之上 大盘多头割居都完全没有改变 而且我们观察一下欧美股市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从 现在最新的道琼 纳斯达克期货指数 都是持续的再创新高 你说台股怎么可能会 马上反转就向下大跌 不可能啊 所以只要形态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形态 形态它没有改变的话 多头割居它就不会改变 所以关键就在17600点 我们可以看形态的部分 从今年以来啊 你会发现 我们就是一直一直 稳定的命中大盘的走势 为什么 我靠的是什么 就是形态啊 你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不用讲 从今年以来 哪一个老师跟你讲 1月10号 头肩底形态 就真的是头肩底形态 然后就一路向上 涨到我跟大家分享的满足点 17200点 那涨到理论满足点之后 你会发现 它就真的涨到理论满足点了 然后呢 然后就区间震荡 区间震荡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说区间震荡你要怎么操作 当然就是来回 来回的操作啊 那既然来回操作 就是低买高卖 低买高卖 那现在呢 我从11月3号 11月3号我跟大家分享说 没有什么 没有区间震荡啊 这一波是V型反转 我刚开始讲没有人相信啊 还很多什么 投资朋友 粉丝朋友吃赖我 一直跟我讲说 老师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V型反转 结果呢 就真的V型反转 大涨了1446点 那大涨1446点之后 一堆的分析师在跟你讲说 我跟你说要回档了 要回档了 要小心了 那只有我呢 我继续用形态跟大家分析 我说只是一个拇指继续形态 而且我还没有拿气球 我拿气球 我说快要压不住了 快要压不住了 结果有没有突破 果然就突破了 有没有看到 就突破了 而且今天虽然说小跌21点 有没有还是在这个拇指继续形态的上榜 所以指数没有跌破拇指继续形态 多头格局都没有改变 那只是现在操作难度超级高 这个操作难度高到我就想到 一个食物你知道吗 麻辣烫 今天我准备了麻辣烫 为什么麻辣烫你看 红红的 你看起来它是红的 你看起来它是很夯 就像台股一样 指数一路收红 一路的创新高 但是啊你吃起来会怎样 如果你不会吃辣的人 你不懂吃辣的 你吃下去会觉得 哦也太辣了吧 吃不下 吃不下去啊 真的 但是如果你会吃辣的话 你会觉得哇 还真好吃 那坦白说这家没有入味 不够辣 你看 所以你要找台股 你要找谁 就找会吃辣的 懂吃辣的人 那是谁 就是我啊 我跟你们讲 为什么我说 如果你不会吃辣的话 这幅行情 你真的 把钱扎下去投资之后 你会发现 哇 大盘行情很好 但是个股好像没有 想象中的这么好操作 为什么 因为类股快速快速快速的在轮动啊 对不对 每天涨都不一样 啊就轮流在垫高指数 你就看到指数一直向上涨 然后呢 你今天去追强的 啊明天下跌 啊后天又换另外一个族群 又涨起来了 你又继续去追 你追了以后 这个族群又跌下来了 我们来看最近就好 不用看多远 光是最近就好 你看最近有多少 类股族群轮动上涨过 比如说口罩 南六 这两根大涨 一堆人进场去追 大陆梅将军怎么样怎么样 口罩很缺 结果呢 是不是就大跌下来了 是不是跌下来了 这就我讲的 类股轮流上涨啊 啊垫高指数啊 口罩涨完就没了 涨一下就没了 那你进场去追 不好意思就往下跌了 再来散装航运 那时候大家也讲啊 什么 巴拿马运河那边干旱 对不对 散装的报价 大涨了几倍 50%以上 对吧 就散装航运 什么台航啊 中航啊 四维航啊 你去看一下 你去追 你追下去后 跌下来 是不是都跌下来 你追在这边 是不是到今天为止都卡掉了 卡掉了不贪钱 然后呢 你看到这边卡掉了不贪钱 你又跑去追什么 比如说封测族群 AI回神 啊大好啊 结果封测族群 台新科又这样子跌下来 又难操作 够难了吧 大涨这一根是涨停哦 这一根是涨停哦 涨停完之后跌下来 直接完全收回去 你怎么赚钱就怎么赔回去 对吧 那在上个礼拜还有什么 系统啊 系统这一根也是涨停 连续两天就跌下来了 再来营业达椅 涨了两根之后 直接爆大量 一堆人在杀下来 那今天呢 今天又换谁涨了 今天又轮到货柜山雄 货柜山雄长荣持续的再创新高 对吧 长荣阳明万海 其实今天都表现得非常强势 今天涨的族群 那你看之前涨什么 结果后来就休息什么 你觉得今天应该去追航运吗 再来 今天还有什么在涨 今天还有探权 什么贝利啦 贝利今天涨停嘛 贝利华子 华子也是探权嘛 对不对 还有农龄啊 这种股票都涨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22号 20号说那个探权要正式交易 探权要正式交易 就大家又去点火什么 探权的股票 贝利华子 然后呢 结果今天就大涨 那今天大涨可以去追吗 我个人啊 是不太建议啊 那你会发现 这些股票这样轮动轮动轮动之后 有些时候强势的股票 还可以轮回来耶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口罩 口罩类股南六 南六是持续往下跌 但是要做就做最强的 你看最强的今天很大 很大又涨停了 口罩类股又回来了 对吧 所以我认为这波行情要怎么做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不要追高 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沿着我 我教大家的方式 你去看一下你投资股票你好歹看一下 你了解一下到底有没有基本面 或者是你去看一下它的产业面 到底有没有未来性 如果符合这两个 你再根据技术面去做进场 那技术面进场 我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技术面怎么进场 KD指标你可以看 背离跟看顿化 这两个都是很好的进场方式 比如说像背离 我都教大家KD低 KD越低股价没有跌破前低 就是不错的进场机会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分享 像四星 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 我们四星即使到现在 我没出掉 还不是照样赚钱 因为我们买在哪里 KD低 KD这边是很低 股价是不是在这边 股价有没有比前波低点更低 没有 KD很低了 当时的股价没有比前波低点更低 就是进场机会 那我们上次一样是在哪里进场 KD很低了 股价没有比前波低点 前波低点已经消失了 已经在前面看不到了 所以这边也是一个买点 这边也是一个买点 即使你会发现 这波下跌修正之后 我这边的买点稍微没有赚钱 应该不是说没赚钱 本来赚很多 变稍微少赚一些些 然后你撑住之后 再加一波上去又赚更多 所以这波连山黑修正又如何 大盘只要能持续向上涨 我觉得各类股都会轮流上涨 下跌反而是让大家找机会进场去做买进 谢谢天啊 另外我说不要过度去追高 比如说像阳明 阳明的部分 最一开始这两根是不是告诉大家 它要涨起来了 那如果这两根你进场去追的话 你是不是会经历了这一个波段的下跌 这个波段的下跌 你会非常的担心 害怕 可是反过来说你只要不要追在这 不要追在这 不要追在这 不要追在这啦 你买在哪里 买在这里的话相对来讲 是不是好很多 那这边的话你看 KD指标是不是落底黄金交叉之后上去 所以你在这边买 是不是比起你追这边追这边来得好 那你这边买进的话 这两根是不是就带你上去了 所以现在啊 现在的操作方式答案很清楚 就是每天涨什么 你就不要去追什么 因为胜率太低了 你要去找那种 可能之前有涨起来的 之前基本面有 有产业面有基本面的股票 回撤修正的时候 你在进场买进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选择 比如说扬明嘛 刚跟大家讲的扬明啊 这边是不是比较好的进场机会 你与其追在这 你不如在这边下跌买 涨起来你是不是赚更多 这样讲没有错吧 好所以这一波啊 真的我知道大家手上有很多股票 可能都开始下跌 但是不用太担心 这样是好的股票 比如说像 坦白说四星嘛 还有N31 只要四星向上涨了 其实啊 N31也会跟上 毕竟高价类股的族群 它几乎都是比价效应 同涨同跌 所以你发现 四星开始修正了 然后呢 力旺详硕那边也开始修正 当然N31修正比较大 为什么 因为它又被关了嘛 那你想想看它被关的话 只要一天有小小的量 就能带动股票向上涨 你说被关又如何 被关当然是找机会继续进场 所以我知道大家很多手上股票 都有这样类似的问题 明明本来涨得好好的 它就开始往下跌 所以我知道大家手上股票呢 有些开始往下修正 有些可能已经开始转空了 有些转空的你真的 不能留就真的不要留了 好哪一些能留 哪一些不能留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也欢迎啊 你直接先加好LINE 你加好LINE的话 我们今天都有免费的持股诊断 你只要留下股民章数 还有成本 我这边少写了 成本啊 因为没有成本 不同成本 有不同操作方式 你没有成本的话 我真的也很难判定 到底该怎么样 跟你做出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因为台积电 同样是台积电 你是300块的台积电 跟400块的台积电 跟600块的台积电 你说处理方式会一样吗 当然是不一样啊 好那当然了 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我也欢迎大家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新的计划 就是这一波的解套计划 因为我知道这波 有很多人每天就是涨什么 追什么 涨什么追什么 就现在手上一堆股票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如果你有这种问题的话 也可以加入我们这一波的解套计划 至于要怎么操作啊 我相信啊 大部分全台湾的分析师 只会每天一直跟你讲 这档这档那档那档 一直下一档 一直讲下去 讲不出个所以然 没有跟你讲说 这个盘式到底怎么操作 大概只有我 每一个人都只会跟你讲说 跌下来就是逢低买进 跌下来就是逢低买进 你光是看大盘就好了啦 大盘每一个人都跟你讲说跌下来买 跌下来买 哪一个人能帮你把这个形态后续怎么走 那个目标价格在哪里 跟你讲的一清二楚 全台湾只有我 年初的头肩底 然后9月份的那个区间震荡 那现在的V型反转 是不是都跟大家解的一清二楚 V型反转之后 我还跟大家讲有两波 拇指继续形态之后会继续向上 有谁讲的这么仔细 好 那我大盘讲那么仔细 我个股当然要讲的更仔细 跟大家分享说 现在到底怎么操作 那我这上星期五就跟大家分享 其实不只上星期五 就跟大家讲了 现在几月几号啦 今天是12月18号 12月18号 今年快过了 2023年西元年快过了 不是农历年 西元年快过了 那通常来讲财报 什么时候结束 财报就是12月31号dayline 也就是说啊 不论是投信还是集团 他们12月31号就要确认 他们的财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那你就说 你做股票有赚钱 你要赶快先出啊 你不出的话 万一摆到最后 变成赔钱 哇 你说这些集团的交易人 投信的基金基睿人 要怎么样交代 怎么算奖金 所以没办法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股票 开高走低 要不然就是 开低走就一路向下杀 那明明大盘就是一路向上 很多股票还反向继续向下跌 为什么 我要赶快做账 我赶快结束 有赚钱我要先跑了啦 不论37 21 虽然说你感觉好像 怎么高档就马上立刻反转向下 因为他们的成本更低 有赚钱先跑掉 所以这一波啊 我认为 就像我们字卡讲的一样 这一波集团跟投信啊 是逐步的正在获利了结当中 你新一波的选股方向你要 扣除这两个 扣除这两个集团跟投信的股票 尽量先不要碰 对那你要碰什么股票 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啊 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比较主力色彩的 那如果你还不相信集团投信的股票 被疯狂的结账的话 我们举几个例子嘛 新唐啊 新唐是不是集团股 集团股的话 你看这样杀下来 这样杀下来 本来呢 这边还收红 感觉要向上了 表现得超亮眼 结果两根 就杀下去了 再来 威胜 威胜集团也是会 在做账的啊 你看 这几天怎么样都涨不上去 涨一样都涨不上去 大盘明明向上涨 还收了两根黑棒 够狠吧 够狠吧 有赚钱他们就出 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然后呢 宏达店 宏的集团的 他们还故意什么 做一根红棒 做一个红棒子来出货 做个红棒子 然后一堆赏户投资人进场去追 追了以后 就给你两根黑棒 我就是要卖给你 我就是要倒给你 再来华欣集团 有没有 华欣集团最近也很多人 有很多问题 很多人都在问我这个华欣科 华欣科一样 集团股连做了两根出来之后 他们就一直在到货 一直到货 慢慢的到货 结果呢 现在啊 到货越到越急 急成这样你知道 急成破底他也要出 就是这些你看 假设啊 我是投信经纪经纪经理人 假设我是集团的做账交易人 我这边把他做了两根出来之后 我高档我慢慢出货 结果我们发现了 散户不再跟了 没有再新的买盘力道了 那持续的往下跌 那今天跌破了前波低点 我当然要更积极的赶快怎样 赶快有获利了 赶快获利了结啊 所以这一波投信集团的股票 say no 千万不要再做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做 我估计啊 他们卖会卖在下个星期 就是12月剩两个星期嘛 这个星期会卖股的高峰 到下个星期应该就差不多卖完了 卖完之后他们1月份会再买回来 所以这些股票下跌 有些股票是还可以早买点的 那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操作 我也欢迎大家可以加我的LINE 因为我LINE的部分 其实我每个星期啊 都有写了蛮多的分析给大家 包含了周末啊 还有每一天啊 比如说像周末这个 周末的赚报 我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写给大家了 我从国际股市到大盘解析 那你就说老师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 你只是跟我讲个股 那如果你这些都不想看 我会有没有写个股 我会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尽量去不要做什么 结账集团跟投信 有没有我这边写了很多 投信跟集团已经 由做账改成结账 那外资跟大户 大户是指谁 中时户 还有什么 主力这些啦 主力色彩比较重的 因为通常来讲大户中时户他们是 有些人会用丙总资金 丙总资金的结账通常是在 农历节前 所以现在还是他们要想尽办法 做绩效的时候 他们不会在这个时候 把他卖股票 那这时候他们也不会想要跟投信去 硬碰硬 所以他们也不会跟着去买投信的股票 他们会去做自己的股票 做自己好自在 有没有听过 做自己好自在啦 好所以 外资 还有大户的股票 你可以留意 投信跟集团的股票 尽量不要碰 那外资布局什么股票 我有没有在赚报跟大家分享 外资布局的通常都是 大型的全职股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今天的台积电 今天的联电 今天的红海 其实都表现得不错 都是在我的赚报 有跟大家分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台积电今天收红哦 我认为快要喷出了 快要喷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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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写一下喷 有没有 快要喷出了 我觉得台积电是蛮有机会的 再来 还有什么 联电 既然台积电往上 联电也跟着往上 红海我认为也快要压不住了 那富邦金的时候 先涨了一根 我刚刚有没有跟大家讲 今天涨金融 要不要追金融 不要啊 我说今天涨的你就不要去追 你等过两天震荡不跌了 你再进场去追 震荡不跌了 那也比较追吧 过两天震荡 修正了 你在逢低去捡便宜 不是赚更多吗 所以金融股 你也可以去留意 富邦金啊 所以很多的资讯 我都写在我的LINE上面 所以还没有加我LINE的 赶快 赶快现在就加入吧 可以直接打开手机相机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的官方LINE 或者是呢 你用关键字的方式搜寻 请你打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你看到我们的官方LINE 加进去之后 你就说老师怎么没有赚爆 怎么没有每日的分享 我都放在这边 功能键功能键功能键 加入之后功能键功能键 这边给它按下去 有没有 这边有哦 有没有 周末愉快 有没有 国际股市大盘解析 趋势主流股 外资买的股票 台积电连电鸿海 是不是都写在这边了 写的一清二楚吧 好所以呢 你会发现我们的赚爆 真的是非常有价值 你还没有加入 真的会措施很多 重要的资讯 包含台积电 连电鸿海 还有什么 富邦金表现也不错 台达电 稍微弱一点点 但是这边震荡之后 还蛮有机会继续向上的 好那当然了 我们上个星期 有跟大家盖一档股票 它叫做高进 其实我根本也没有 很想要盖 高进高进这么好猜 高进我那天就说啊 不就是赌神吗 高进就是赌神啊 赌神不就是周润发 周润发就是 发哥 发哥不就是连发科 你看还没突破之前 我就跟大家讲要留意 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 沿着什么 外资的路 外资买什么股票 全职股 所以你看 我们 我们呢快要突破的时候进场 然后就一路向上 喷出 对吧 有没有较劲 12月13号较劲 连发科 连发科 这就是我讲的 你投资一定要有方向啊 你没有方向是 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啊 很多人就只会跟你讲说 拿一档 下一档 下一档 你一直蒙 一直蒙 你每次都下一档 当然总会有蒙对的说 你要知道方向 你要知道方向 现在的方向就是 要嘛就做外资的 要嘛就是做主力大户的 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重点是什么 never say never 什么叫never say never 就是千万不要放弃啊 我唱给大家听好了 你看 从中文唱到英文歌 现在当老师还真不容易 为了要给大家增加印象 连英文歌都要给他聊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I will never say never I will fight I will fight till forever Make it right never say never never say never 懂了意思吧 你不要最近 哇老师 今天抢什么 我就去追什么 结果呢 做什么都输钱 明明大盘这么好 为什么做什么都输钱 你一定要想尽办法知道原因 你知道原因之后 你才有办法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你知道吗 你不知道原因 你要怎么解决问题 对不对 我这样讲没错吧 比如说我刚刚就讲了 现在因为 投信跟集团 由做账转成结账 所以呢很多那种 投信集团股就往下修正 那也就是说这一块如果长起来 你千万不要去追 你要做的就是什么 外资的还有主力的 那所以你就知道方向性啊 那就好像我自己本身 很多有叫我赖的话 大家都知道 我因为跑三体 跑三体的部分 我跑的 人家都说我跑到膝盖坏掉 其实 我一直有想尽办法 去了解我的膝盖 为什么出状况 那我现在 研究了那么久 看很多医生 附健科 还有什么国术管 还有按摩店 按摩店是纯按摩店哦 不要想歪哦 还有按摩店 按摩店我最后得到的结论就是啊 因为我平常真的太忙了 我真的太忙 所以我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完全没运动 可是星期六星期天呢 因为我要练三体 所以我星期六星期天一练我就练很多 我一跑 就是跑12k 14k 可是我星期一到星期五根本完全没练 那星期六星期天一下 要嘛就跑12k 14k 一起脚踏车就骑个90k 那个膝盖 因为落差带太大 他受不了了 好所以呢 既然他受不了的话 我现在就找到新的方法 我发现好像膝盖比较没有那么痛 最近啦 最近找到新方法 什么方法 少量多餐 少量多餐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 我维持每天跑步 我没维持每天都有去运动 但是不要做太多 先这样子 所以你会发现我 never say never 好不好 never say never 你要找什么样的老师 就是never say never的老师 有没有 你看我星期六开始跑3k 我星期天也跑3k 我星期天还去游泳游了 2000 有没有 never say never 我今天录完节目我马上再去跑个3k 我就每天给他想尽办法 有时间我就给他跑个3k 回家再努力研究股票 3k不用很久 大概半个小时 每天想尽办法保持维持运动 然后想尽办法 明年4月就是挑战一个 三铁一一三 所以 其实如果你放弃的话 如果换到投资 你放弃的话 我认为永远都不会赚钱了 千万不要放弃 你一放弃就真的输了 所以就是想尽办法去解决问题 就我讲的 比如说最近投信的股票不好 就不要去做投信的股票啊 你可以去做外资的股票啊 你可以做主力色彩比较重的股票啊 那什么是主力色彩比较重的股票 第一个小型股嘛 对啊 通常都是比较偏小型的 再来呢 题材性比较大 有题材 主力就很喜欢那种题材性的股票 一波就 冲上去好几根涨停 比如说像我们安泰克 一冲上去就6根涨停 今天跌停又如何 我们会员早就获利百万 已经出掉再出掉了 有60张的现在剩10张 有35张都 全出了 全出了就获利百万了 对不对 好所以 现在你要注意的是什么股票 主力股 那主力股有哪些 比如说 像星象这种小股票 主力色彩就 稍微比较重一点点 所以你看 我们那时候跟大家讲 我们是买在什么时候 11月中 到底 这边我讲好多词 你去看 10月中 10月底 我那时候节目 每天跟大家分享 我那时候讲自贯大涨 你如果自贯买不下去 你可以买 星象 就星象就一路向上涨不停 涨到今天就算收黑 又如何 我这边都没有追高 我这边都没有追高 我买在这边 不对 我买在这边640 650附近 有没有 买在这边到今天为止 是不是全部都赚钱 我不追高有差你 那为什么我们那么精准 因为我看到他基本面 他的每股盈余持续向上 不是每股盈余 怎么又写错了 是每月营收持续向上 每股盈余也持续向上 所以我才那么安心的 一路较劲 再较劲 再较劲 那会员呢 会员你看从哪里 从赚几万 你看这边回报的现股 他只剩下星象 星象从赚5万开始 你去看他 变成赚63万 然后呢 变成赚72万 到上个星期 最高是赚几万 赚83万 今天震荡一下又如何 今天震荡一下 也是赚70万以上啊 抱着抱着就赚钱 抱着抱着就赚钱 那今天有没有看到 游戏类股继续涨 今天华裔 今天华裔有没有涨顶 游戏类股继续向上 那想到游戏类股 为什么会涨大 就仔细续想一下嘛 其实投资股票没有这么难嘛 寒假 寒假 是不是游戏类股的 忘记 学生待在家里没事情就怕电动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 过年大家都不团聚了 大家在线上团聚 打麻将团聚 有没有可能 有 所以游戏类股最近都表现得很不错啊 这就是我讲的 你可以去 其实就没有这么难 你只要了解 了解问题在哪里 了解方向在哪里 你都可以找得到标股 再来 散热 散热 圆山 圆山今天你会发现啊 哇 散热 相关的股票表现还不错 比如说 双红嘛 双红我讲话好 好久了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双红 因为太玩人了 涨起来就跌下去 跌下去就涨起来 双红适合买黑 双红适合买黑 不适合追高 所以这边涨起来我都不建议追 这边跌下去的话就可以考虑了啦 就可以考虑 今天双红是不是也涨起来了 还有剑侧 来剑侧是不是也涨起来了 那当然你会发现双红跟剑侧 有长得比我们的圆山强吗 双红剑侧跟圆山 你说哪一个主力色彩比较重 很简单嘛 那当然就是圆山啊 圆山的股票这么小 那主力就很容易就去拉 所以你看我们圆山到现在也没出 买进 有没有这边买进之后 到今天我们看到 买进就一路向上 一路向上涨 涨到10月24日收黑没出 然后呢 今天继续再创新高 有没有较劲 都有较劲 对不对 这就是我讲的 这布局比较小的 然后呢 主力色彩稍微重一点点的股票 还有什么 这样王牌投手不就是洋鸡工程 就是小股票 有没有表现都非常强 这边你看震荡震荡之后 很多股票开始向下修正 你觉得它也要开始向下修正了 不好意思 never say ne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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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不管啦 所以你看一下是不是有继续再向上创新高 创新高我这边这一根红帮 这一根红帮 我今天刚刚的最一开始盘是跟大家讲 既然抢什么你就不要去追什么 等这两天震荡你再去追 对不起 这两天震荡你再逢低进场买进 那今天震荡又如何 我们没有追在这边的相对高点 是不是都赚钱 买在这边区间震荡的时候不是很好吗 有没有较劲 都有较劲啊 所以 答案出来了嘛 现在你要嘛 就是买外资的股票 要嘛就是买主力色彩比较重的 题材股 题材 对吧 那通常来讲寒假什么题材 刚刚讲了老是游戏 我上星期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寒假还有什么 寒假还有观光旅游 还有什么 说观光旅游 还有百货啊 你过年要不要去逛百货公司啦 很多人都会去逛百货公司 没事做嘛 去逛一下百货公司 那现在有没有可能提前发酵 有啊 那我上星期有没有跟大家分享 我说寒色 寒色是不是旅游馆的 旅游相关类股 你就可以去 留意一下啊 还有什么 云品啊 还有四开啊 在 我们周报 有没有跟大家分享什么 我们周报跟大家分享的 圆摆啦 来 周报有没有跟大家分享圆摆 再看一次啊 周报周报周报在哪里 来 这边周报 游戏类股 然后呢 百货观光 百货类股 我会不会跟大家讲 你自己去看一下 现在就加我LINE 你去看一下 我会不会跟大家讲 圆摆 可以去看一下啊 你加我LINE 直接加我LINE 你就去看一下 我到底有没有写圆摆 而且我圆摆还特别 特别的把它点出来 周报 周报送给大家的 所以我们的周报讯息重不重要 重要啊 今天是不是就创新高 上涨了 大盘下跌 他照样涨 那如果大盘上涨了 他有没有机会跟着继续涨 有啊 所以你如果你现在手上有很多 集团相关的股票 比如说什么 新唐啊 威胜 宏达电 位数啊 这些股票 开始往下跌 我告诉大家 有些股票真的不能留了 你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可以欢迎什么 直接让我来帮你持股诊断 当然呢 如果你已经多到 比如说我这星期有跟大家分享 游会员 33档股票 33档股票呢 我就帮他 持续的慢慢的卖 慢慢的卖 然后集中集中再集中 最后只剩下几档而已 最后不到10档 然后呢 就有星象 星象都飙上去了 所以你已经不想再蹉跎光阴了 不想浪费时间了 想要直接加入我们的解套计划 也欢迎大家 直接透过我们下面的电话 或旁边这个LIN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我们明天见 无论是好股 还是快股 找到好买点 都是表股 我是何姬鼎 超过20名的投资经验 专门研究转折买卖点 从投资分析 选股 靠操盘策略 好你培养 财经软实力 掌握赢家思维 投资要获利 记得 订阅 分享 并加我的LINE AT 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